欢迎收听小说《杜魂人》 作者 云婉熙 播者 听儿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第十六集 是啊,无论那家伙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当然觉得有意思了。 格友文一脸愤怒地扑向你海平,继续说着。 要不然咱们换换位置,你感受一下我和冷言的压力,也许到那个时候,你绝不会觉得有意思了。 要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实在是太浮躁了,就不能稍微淡定些吧,这人世间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 聂海平无奈地拉下了漂浮在半空之中的格友文,接着说。 你现在可是一个正常人类的形体,出现在我面前的。 所以你能不能适当注意一下你的移动方式,如果被其他人看到了,你就再也不需要去引渡灵魂了。 喂,我说,为什么每一次你们三个的聊天都能特别迅速地跑题呀? 平日里总是吵吵闹闹的丁梦,尤其在关键时刻,还是很靠谱的。 起码在那两个人和一个鬼跑题的时候,有个人能够再一次把话题引回到正确的位置上来。 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格友文从善如流地用走路的方式回到了丁梦的身边,接着说。 让我看一下你查到的资料,说不定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呢。 哦,好的。 听到格友文这么说,丁梦听话地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格友文,随后又对冷言说道。 冷言,按照那个向海的性格,如果他真的做了法医,真的危险,会不会是那些歹徒甚至是他的同事呢? 嘿嘿,按照向海那个性格来看呀,无论他在哪个岗位上,对于身边的人都会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冷言一脸严肃地接着说。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解决掉向海这个人。 丁梦,你的资料还真是事无巨细啊。 不过按照你们人间的法律来看,你这种没有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的调查行为,应该是违法的吧? 看着手机上关于向海极为详尽的个人资料,就连格友文都不由地感叹,丁梦这个小女生的迷人之人脉和能力了。 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好吗? 丁梦一脸无奈地拿回自己的手机,接着说。 为了查清这个向海的情况,我可是第一次动用我家里的关系,我爸妈之前审了我一下午,还好我心里素质过硬,才没露馅儿的。 这段时间下面应该没什么其他的鬼魂跑上来吧。 冷言极为严肃地问道。 听到这话,格友文一脸不满地看着冷言说。 我们那边的管理制度是很严的,这一次的事情只是意外,意外,你不要因为这一次的个体事件而怀疑我们的工作能力,可以吗? 冷言这么问,不是在质疑你们的能力。 聂海平叹了口气,接着说。 哎,现在我们都觉得那个向海体内的灵魂出了问题,那么如果阴间没有其他的鬼魂跑上来,那个躲在向海身体里的灵魂,应该就是那只厉鬼了。 我可以很确定,除去那个家伙之外,下面关的厉鬼都没有,都在浮行那。 格友文一脸严肃地说着。 那只厉鬼,即使是躲入人类的身体之内,但是和正常人类还是会有区别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会增派人手,他们应该也会有所察觉。 毕竟那家伙,就算躲入人类的身体之中,也一样可以看见自己的同类。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不需要担心。 冷言笑着说。 嘿嘿,是说话这段时间除去你之外。 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的鬼差明警,你们的行动力和隐蔽程度的确让我很敬佩啊。 我们在人间行动的时候,都有独特的隐蔽技巧的。 格友文一脸骄傲地说着。 其实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危考虑。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丁梦一脸严肃地看着几个跑题的人,问道。 哎,你有没有办法把你那位学弟约出来坐一坐呀? 格友文看着不知在想些什么的冷言,问道。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见见面,才能确定接下来,要怎么面对这个家伙才可以。 啊,好的,我只能说尽力试一试吧,但是能不能成功,我可不知道。 冷言,你刚刚在想些什么? 看到有些心不在焉的冷言,聂海平有些奇怪地问他。 啊,我是在想,向海所说的弱肉强食的事情,其实仔细想想,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冷言严肃地开口说着。 若他真的是那只厉鬼,那么在阴间服刑千年的时间里,他的个性一定会有所扭曲。 但是,他这样的观点,应该在千年前,便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灵魂之中。 所以我们想要彻底地击垮那只鬼,就一定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找出造成他们现在反社会人格的根本原因,才有可能一击击中。 毕竟作为一只千年厉鬼,他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啊,我去查过了,千年前,那家伙就是个孤儿。 那个年代,你我虽然都没有经历过,但是也都从各种渠道了解过那个时代的事情。 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他要想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即使是用一些人所不齿的手段,所以他会坚定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只有强大的人才有资格活下来,至于那些软弱的人,就逐渐要成为别人的案板上的肉。 想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件事,嘿嘿,我觉得比直接让他灰飞烟灭还要难。 人间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江山一改,本性难移吗? 这种想法已经在他的灵魂之中存在了千年之久了,意识之间是很难被改变的。 要想调查现在的向海,自然要靠丁孟家里那庞大的人脉王,但是若是想要知道那些属于灵魂之中的故事的话,还要靠格友文来想办法了。 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格友文的看法。 作为一个在人间活了千年的人,聂海平倒是能够理解那些根治于灵魂之中的东西,是何等的难以被改变。 聂海平看着眼前的几个人,说道,与其向着去改变他的想法,还不如让他在这个世界之上彻底消失来的痛快。 这种厉鬼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 其实我觉得吧,有些时候你和向海那个家伙还挺像的,所以我倒觉得,你可以去试着和向海聊一聊。 格友文看了一眼淡然的聂海平,接着说,你们都喜欢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纠纷,虽然那是一种比较残酷的方式,残酷却有效,不是吗? 其实在人世之间游荡了千年,聂海平对于这世间的许多事情都看清了,也看淡了,他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最为快捷有效的解决问题,即使在大部分人的眼中,这种办法是冷酷无情的。 嘿嘿,我还真的挺想见一见这个向海的。 聂海平一脸笑意地说着,毕竟在年纪上,可以和我一较高下的家伙也不多见,你们现在已经成功地激起了我对于向海的兴趣。 明明就是恶兴趣。 丁孟默默吐槽着,我们就让他见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弱肉强食好了。 聂海平笑着说,嘿嘿,不过处于我们的安全考虑,我觉得你应该去下面弄一些黑科技上来。 聂海平指了指仓库的位置说,嗯,你也看到了,我堆在仓库里的那些纸钱都是给你准备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钱的事情了。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几人便开始分头行动了起来,格友文咬了咬牙,拿出了自己全部积蓄,采购了一大批硬件的高科技产品。 冷言也顺利地将向海约到了那家酒吧,所有的事情都在按照预定的方向前进着。 这是什么东西呀? 酒吧的卡座之中,丁梦有些奇怪地看着一脸谨慎地检查手中这东西的格友文,说道, 你这那么正大光明地出现在向海的面前,不会被他发现吗? 嗨,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和活人没什么区别。 格友文指了指,自己手中的一个外形看起来和头盔差不多的东西说, 看,这个是我在我们那边弄的全系游戏机。 不过,我找了几位科研人员,在游戏机上面动了一些手脚, 等一会儿我们就和向海好好的玩一会儿。 既然他坚信只有弱肉强食才有资格活下去, 那么我们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强者好了。 你们那边也流行玩游戏,是网络游戏吗? 下面的网络信号好吗?实现了WiFi全覆盖了吗? 面对丁梦连珠炮式的提问,格友文无奈地扶了额头一下,解释道说, 第一,我们那边啊,一天虽然也是24个小时, 但是我们这些鬼差民警有很多时候都已经是工作了千年的了, 存在的时间太久,就连时间的流速都慢慢的察觉不到了。 我觉得这一点你还凭最清楚, 所以我们空闲的时候也会找一些方法来消磨时间, 所以玩游戏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第二,我老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们那边的科技发展速度比你们这边快得多,高得多啊, 早在四五十年前我们下面就已经实现全网覆盖了,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连接上人间的网络, 不过仅限于下面的公务人员, 使用之前还有打申请,非常的麻烦。 看来你们在下面的日子过得都还挺不错的呀, 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把阴曹地府说得那么可怕。 葛友文看了看丁梦,笑着说, 嘿嘿,对于一些人而言, 阴间的确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十八泥里,也就是你们说的十八层地狱, 其实都是很恐怖的。 哎,趁着还有些时间,具体说说你的计划吧。 等到葛友文解答完丁梦所有的问题之后, 冷言问着说, 哎,很简单的, 葛友文拍了拍那个全系游戏机, 接着说, 那个向海不是喜欢玩游戏吗? 这一次咱们陪他玩个痛快, 这个游戏机和向海构建的那个虚拟时空差不多, 不过我们这个改良版的可以将向海强行带入到游戏里。 所以说, 这一次他不再是什么旁观者了, 而是一个游戏的参与者。 一会儿进入游戏的时候, 在这个现实世界之中, 也会有人随时监控游戏进程, 以免发生意外。 我们可以在游戏之中联手消耗他的力量, 之后那只厉鬼就会困在游戏之中, 到时候那些参与游戏的鬼差民警就可以抓鬼了, 我就不相信, 我们这么多人还制服不了他。 为了不为向海怀疑, 除去我们之外的所有游戏玩家, 都是我们在这家酒吧之中随机筛选的。 就算是看一下人们在危难环境之下如何自处吧。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啊, 这游戏很安全, 无论大家在游戏之中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对现实造成任何影响。 游戏结束后, 系统会自动抹去哪些被我们抽中的, 玩家关于游戏的全部记忆, 所以游戏之中的一天, 大概只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十秒罢了, 所以即便这一段记忆也被消除了, 也不会有人察觉到什么异样的。 考验大家能力的时候到了啊。 几个人在酒吧之中等了一会儿后, 向海果然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现在了酒吧之中, 对于他们而言, 一场新的游戏即将开幕。 在几人的游说下, 酒过三巡后, 一场周密部署的大逃杀游戏正式开始, 游戏的场景被设定在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之中, 所有玩家的背包之中, 仅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武器, 所有生活的必需品都需要自己去寻找, 想离开这里, 唯一的办法就是活下去。 只有活到最后的那个人, 才有机会走出这一片原始森林。 游戏之中的时间设定是流火的七月, 脑人的热气在空气之中蒸腾着。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所有玩家都已是汗流加倍, 闷热的空气, 粘腻的汗水, 和未知的危险, 包围着游戏之中的十二个人。 没有人知道, 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 他们会遇到谁, 会面对什么样的危机。 面对未知的一切, 聂海平和格友文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生存能力。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们便已经对于这片原始森林的地形有了初步的了解, 同时找到了冷言和丁梦所在的位置。 游戏开始后一个小时, 这四人成功聚集在了一起。 虽然明明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游戏, 可是为什么还会觉得那么紧张啊? 面对未知的危险时, 紧张是人类的本能反应。 聂海平安慰性地拍了拍丁梦的肩, 说道, 我们现在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 第一, 大家说一下你们各自的武器都是什么。 我拿的是一把左轮手枪, 六发子弹, 这把口径二十八毫米, 长一千两百六十毫米, 有效射程五十米, 不过按照这个原始森林的地形来看, 这把手枪的作用不大, 不过毕竟是高攻击性武器, 靠它自保总是没问题的。 我有一把笔刀, 丁梦无奈地拍了拍自己的背包, 说道, 哎, 相比之下简直太弱了。 我的也是把冷兵器, 一把弩弓, 不过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就地取材制作剑, 射程和杀伤力可能强过你的那把左轮枪, 缺点是不方便携带。 格友文指了指自己, 明显比他人大了一号的背包, 说道, 杀人, 狩猎, 防身都可以, 绝对是居家旅行的必备武器。 这么看来, 游戏系统给大家的是以冷兵器为主, 我的是印度权剑, 近距离搏杀的利器。 冷言指了指自己的脚边的背包, 说道, 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研究过这些冷兵器, 没想到还真的派上用处了。 现在说第二件事情, 我们必须找到淡水源和食物, 这是我们活下去的必需品。 在森林里想要找到可以裹腹的东西问题不大,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解决了。 曾经有过野外生存经验的冷言说道, 你所说的第三件事情应该就是我们住宿的问题了吧? 没错, 我们现在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而且一定要安全隐蔽才可以。 西南方向有一个山洞, 由草木作为掩护, 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我们可以去那儿过夜去。 听完葛有文的话, 聂海平立起身说道, 为了避免有人接足先登, 我们现在出发去找那个山洞, 然后去打猎, 或者找一些野果子。 在没有任何电子通讯产品和户外用具的情况下, 几人只能依靠最为原始的办法来辨别方位和时间。 丁梦小心翼翼地跟在三人的身边, 作为这个小队伍之中唯一的女生, 丁梦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的就是不成为其他三个人的麻烦。 明明知道这不过就是一场游戏, 可是一切却又真实地让人难以相信这只是一场游戏。 几人靠着丁梦和冷言的武器, 费力地割开了盘踞在洞口的那些杂乱无章的灌木和野草。 山洞不大, 不过容纳这四个人倒也没什么问题。 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四个人一定要避免单独行动, 一会儿我和冷言一起去找些吃的回来, 丁梦, 你和格友文留在这里。 现在的时间不早了, 无论能不能找到食物, 你们两个都要在天黑之前赶回来啊。 格友文一脸严肃地说着, 告诉你们, 入夜之后的森林实在是太过危险了。 聂海平和冷言离开后, 丁梦靠在山洞的石壁上说着, 这个游戏的真实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都说了, 下面先进的全息游戏积辣, 真实度自然很高。 格友文想了想, 又说, 其实对于你们的身体而言, 这只是游戏制造出的虚拟空间, 但是对于我们灵魂而言, 我们所有经历的一切都算得上是真实的。 我们今天先解决饮水和食物的问题, 明天一定要找到向海那个家伙才可以,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其他玩家的情况。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欢迎收听小说, 杜魂人 作者, 云婉西 播者, 听儿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第十七集 你说谁会在这场游戏之中活到最后呢? 嘿嘿, 只要不是向海就可以。 格友文一脸严肃地说着, 如果让向海成为了这一场游戏的赢家, 那么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也不知道他的武器是什么? 在游戏里, 所有的武器都是随机发放的。 格友文一脸严肃地说着, 我们现在只能祈祷他拿到的不是什么暗器一类的东西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之中, 格友文一边给丁梦普及各种野外生存知识, 一边等待着另外两个人回来。 游戏的第一天, 聂海平和冷言在天黑之前便抱着两只野兔和一堆野果子, 回到了山洞之中。 我们在这附近没有找到淡水水源, 今晚就先靠这些野果子接客吧。 明年一早, 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一看。 聂海平一边生火烤野兔, 一边继续说着,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今晚轮流首夜, 每人两个小时。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这种环境之下, 如何计算时间吧。 这四人在山洞之中分食了野兔, 应该前一日曾经下过大雨的关系, 山洞之中异常地闷热潮湿。 几个人睡得并不安稳, 不过好在这一夜还是平平安安地过去了。 第二天刚破晓, 四人便已经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山洞。 经过前一日的适应调整, 到了现在这个时间, 游戏才是真的正式开始了。 人类求生的本能和欲望足以毁掉一众玩家, 杀戮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进入游戏的第二天, 大家迎来的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 阳光透过树木在地面之上投射出斑驳的光影, 所有的植物都在竭尽全力地向玩家们展示自己的生命力。 奇怪了, 不是说你们随机挑选了七个玩家进入游戏的吗? 怎么走了这么久都没有见到其他的人啊? 从我们的处境来看, 没有遇到其他玩家其实是一件好事。 冷言看了看跟在自己身边的丁梦, 继续说着,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遇到的人会不会为了在游戏中存活而对我们痛下杀手, 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兴许是好的。 这只是一场游戏, 可是谁都不想死。 丁梦看了看身边这几个人, 接着说, 我这个人一向最有自知之名了, 我知道我一定不会是可以活到最后的那一个, 我只希望我不是死在上海那家伙手里就可以了, 不然可太丢人了。 按照上海的战斗力来看, 任何人死在他的手里都不丢人。 葛友文有些无奈地说着, 眼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趁着他们还没有伤亡的情况下, 在游戏里除掉上海, 只要上海在游戏之中死亡, 这场游戏就会自动停止。 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让科学家们在游戏机上做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设计的。 葛友文笑了笑, 继续说着, 嘿嘿嘿嘿, 外面的那些鬼柴和民警们都可在等着咱们的好消息呢。 所以说, 我们现在只要找到上海, 然后杀掉他, 一切就可以结束了吗? 葛友文侧了侧头, 看着丁梦说着, 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即便是赤手空拳, 向海的武力值依旧远高于我们, 何况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武器是什么, 同样也不清楚他有没有和什么人结盟。 按照他的个性来看, 他单打独独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聂海平一边谨慎地注意着周遭的情况, 一边说着, 不过, 一定会有人主动拉拢他的。 这里这么大, 我们要去哪儿, 寻找上海那个家伙呀? 既然游戏已经开始了, 我们总会遇到他的。 冷言的话还没说完, 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打断了几人的交流。 这一声刺耳的尖叫, 不但打破了这片原始森林之中的宁静, 也使这四个人硬生生地停下了前行的脚步。 丁梦一脸担忧地拉着冷言的衣袖说, 那声, 那尖叫声离我们很近,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情况呀? 听到那一声尖叫之后, 聂海平等人也是一脸凝重, 几人彼此通过眼神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之后, 便极有默契地一同向着声援的位置走去。 聂海平将自己的左轮手枪压击锤, 格友文和冷言也同样牢牢握着自己的武器, 所有人都迅速进入了备战状态。 几人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着, 不一会儿的功夫, 几人便看见不远处一棵大树之下, 一个满身都是血的女孩, 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进入游戏的第二天早上, 十二名玩家之中出现了第一个死者, 杀戮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而那个女孩身旁是一个手持一柄长剑的年轻男子, 那男孩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 那柄长剑之上还有尚未干掉的血液, 血液滴在土地之上发出细微的啪哒声, 而男孩的头上则是满满的恐惧和绝望, 那男孩万分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喃喃自语, 几人都没有听清楚这男孩究竟在说些什么。 潮湿而闷热的空气之中混合着让人作呕的血腥味, 即便这是一场虚拟的游戏, 可是恐惧却还是在那样一个瞬间包围了所有的人。 在这样一场游戏之中, 即便是格友文也无法预料到未来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不过大家要活下去的欲望却都格外的强烈, 未曾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那种诡异的感觉。 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像是被人按下了慢速播放按钮的墨具表演, 那些血腥的气味似乎以一种肉眼看得见的方式漂浮在空气之中, 眼前的一切都在执拗地提醒着所有人, 杀戮已经开始, 而这不仅仅只是一场游戏, 绝望和恐惧和悬浮在空气之中, 透过毛孔渐渐渗入骨血之中。 丁梦机械地转过头, 看向站在自己身边的冷言, 不安和担忧迅速在大家身边弥漫开来。 这些人里最先从这种复杂情绪之中抽离出来的是聂海平, 恢复了往昔的从容镇定后, 聂海平枪自己的视线死死停留在那个蹲在地上的男孩身上, 在这一代的其他玩家也都被那女孩生前发出最后的那一声尖叫吸引来了。 一个穿着冲锋衣的男生一脸戒备地按着自己腰间的武器, 同时小心地将一个脸色惨白的女孩护在身后, 试探性地开口问道,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 丁梦一再提醒自己, 这只不过是一场虚拟世界的游戏, 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的丁梦, 看着匆匆赶来的另外两位玩家说, 我们也是被尖叫声吸引过来的, 难道我们真的只有自相残杀才能活下去的吗? 躲在那个男生身后的女生探出半个身子, 用有些沙哑的声音战战兢兢地问着,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你们又是什么人?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们和你们一样。 冷言看着那个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众人的女生, 接着说, 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只知道自己醒来的时候就在这片森林之中了。 冷言做出无奈地耸了耸肩的动作, 接着说, 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也很想知道, 我想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的。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太过突然, 格友文小心翼翼地扶起那个男孩, 低声安慰着,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突然, 这个男孩的恐惧同样也影响到了在场的其他人。 聂海平看看在场的另外几个人, 在与冷言交换意见后便开口说道, 既然大家现在都搞不清楚情况, 那么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和我们一起行动, 起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人多一些安全性也就高了一些, 不过如果日后我们真的需要通过杀戮才能活下来,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手软, 毕竟我们都不想死在这儿, 不是吗? 为了避免在找到上海之前, 其他玩家接连丧命的情况出现, 聂海平提出了结盟, 拉拢一些人做帮手, 在游戏之中除去上海的可能性也就大了几分。 我们, 我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除了你们之外, 我们没有遇到过其他人。 那个穿着冲锋衣的男生, 谨慎地开口说着, 不过我们要约法三章, 在我们的联盟没有彻底瓦解之前,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对自己身边的人下手。 在对于多方面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之后, 那个穿着冲锋衣的男生便和格友文一起, 架起那个仍然在颤抖着的男孩, 离开了这里。 丁梦强迫自己不去回头, 看那已经没有了生气的皮囊, 空气之中的血腥味, 似乎已经在日光的蒸腾之下, 变得越发的浓烈刺鼻。 我们现在急需找到饮用的水源, 不然我们是活不下去的。 听到聂海平的话, 那个穿着冲锋衣的男生, 开口说着, 我知道哪里有可以饮用的淡水, 昨晚我和晴晴一起找到了一条水质很干净的小溪。 听到男孩这么说, 那个叫做晴晴的女孩, 立即点了点头。 这个身穿冲锋衣的男生, 说她叫韩旭, 和那个叫做晴晴的女孩, 是一对情侣。 两人本时约好了和几个朋友, 一起在酒吧聚一聚, 可是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己昏迷之后, 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躺在这一片原始色。 森林之中了。 这一行人跟着韩旭找到那条小溪, 几人用各自背包之中的水瓶, 打了满满一瓶的水, 以储备不时之需。 之前杀了人的男孩, 也渐渐镇定了下来。 那个男孩说他叫郑宇, 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和韩旭他们一样, 都是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这里。 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 所有人都极为默契地选择了避而不谈。 听完这三个人的介绍, 聂海平等人不动声色地进行着眼神的交流, 说到底整件事都是因为他们而引起的。 为了能够除去向海那只厉鬼, 他们把这些对于整件事情都不相干的人, 强行拉入了游戏之中。 即便他们都知道这场游戏不会对这些人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真的错了。 可是游戏开始, 向海还没有出现, 死亡却已经开始了, 他们没有回头的余地, 所有的一切都只能继续往下走。 避开了另外三个人之后, 丁梦凑到了格友文的身边, 问道, 我们是不是应该快一点结束这场闹剧, 即便是回到现实世界之后的他们, 都不会有着这样一段记忆,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游戏太过残酷了, 那些根治于灵魂之中的恐惧, 真的是太可怕了, 你们…… 丁梦一脸严肃地接着说, 你们在下面的时候, 真的会玩这种充满杀戮和血腥的游戏吗? 格友文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说道, 刚刚开始的时候吧, 我觉得还不习惯, 每一次从游戏之中离开, 我都会回忆起那些还活着的时候所经历过的一切, 那些血腥和残酷, 那些无助和恐惧, 一度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 可是后来时间长了, 也就习惯了, 或许有的时候, 情感都是这样, 爱恨、 吃辰、 焦虑、 不安、 恐惧, 时间久了, 所有的情感都会慢慢淡化, 甚至消失, 所以下面大多数鬼差都是无情无碍的, 大家通过这一类的全息游戏, 不断提高自己对于环境和风险的判断和决策力, 我们在游戏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这样我们在人间执行任务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 其实你仔细想想, 这游戏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人间不也一样吗? 在虚幻的网络游戏之中, 只有通过不断的杀法才能提升自己的等级, 成为游戏之中的王者, 从本质上来说, 我们的全息游戏, 和你们的网游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想回去以后, 我再也不会玩网游了。 嘿嘿, 游戏结束之后, 系统会自动洗去你的记忆的。 葛友文安慰性地拍了拍丁梦的肩, 接着说, 这里的十二个人, 除了我和向海这两只鬼外, 没有人会记得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现实世界中的你们, 失去的只是几十秒的时间罢了。 没有人知道, 郑宇和那个女孩之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对于那个女孩的死亡,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评述此事。 丁梦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 对于他所学的专业而言,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丁梦的本性就是如此, 即便是在游戏之中, 他也不愿意相信, 他们之间为了唯一生存下去的机会, 而自相残杀。 可是那个女孩了无生气的躯壳, 和空气之中浓重的血腥气味, 却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他, 杀戮已经来临。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权力自保, 在除掉上海之前, 他不能让自己成为游戏之中的死者。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之中,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聂海平和格友文, 也是自顾不暇。 丁梦没有办法去奢求任何人的照顾和保护,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之中, 无论你是谁, 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有你自己。 这世界上最大的恐惧, 其实都是源于未知。 未知的风险, 使得每一个参与游戏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 三名新加入小队伍之中的成员, 都在彼此猜忌着, 怀疑着。 只不过现在的局势尚未明朗, 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让聂海平等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死亡第一次降临的同时, 向海和另外三人已经结成了同盟。 两支队伍经未分明, 因为对于至今都未见到的三位玩家一无所知, 因此除去人数上的优势外, 聂海平不敢说自己所在的这方阵营有何优势可言。 我们现在必须尽快了解向海他们那边的情况才行。 趁着韩旭三人吃东西的空袋, 冷言刻意压低声音, 对坐在自己身边休息的聂海平说着。 我是真的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下去啦。 包括格友文在内,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应该这么想。 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之中, 就姑且把格友文看作他们的同类吧。 毕竟在游戏之中, 格友文是活着的, 聂海平顿了顿, 又继续说着。 我想, 向海会主动来找我们的, 一进入游戏, 他就应该发现问题了, 所有的矛头也就自然指向了我们。 我想, 以向海的个性, 他一定会主动来找我们的。 冷言坐到聂海平的身边, 说道, 无论如何, 我们这一次要了结向海的事情, 不然他在阳间继续折腾下去, 用不了多久, 我就先下去了。 会结束的, 一切都会结束的。 聂海平看着远方, 悠悠地说着, 这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聂海平说完了, 又指了指不远处那三个烤着野兔的玩家, 接着说, 对于他们而言,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不会在他们的生活之中留下任何痕迹, 可是所有的人却都会在这游戏之中撕下自己伪善的面具。 死亡才刚刚开始, 聂海平说完这一话, 又转过头, 看着冷言, 一脸严肃地说着, 照顾好你自己吧, 在除去向海之前, 我们都不能出事。 把那几个人留在我们身边真的可以吗? 冷言有些担心地问着, 在这场游戏之中, 我们的身份太过特殊, 如果被他们看出什么端倪, 我们可就成了众矢之地了。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欢迎收听小说《杜魂人》作者 云婉溪 播者 听儿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第十八集 与此同时, 戈友文手中的长剑也已经搭在了弓弩之上, 同时说道,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束手就擒得好, 不然按照这个系统的设定来看, 其他玩家早晚会对你动手的, 我可不觉得你有本事杀掉这里所有的人。 面对向海发动的新一轮的攻势, 冷言无奈地吼着, 戈友文, 你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吗? 嘿嘿, 你哪只眼看出来我是反派的? 戈友文一边还击一边回头说着, 冷言有些无奈地躲回到了沙发后面, 自己的武器是近身搏击的利器, 可是现在这种距离, 自己的武器很难发挥作用, 或者是因为在阴间服刑千年, 练就了极佳的心理素质和反应能力, 面对向海接二连三的攻击, 戈友文和冷言都有些难以招架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 向海已经穿过剑雨, 带着猙獰的笑意, 扑向了戈友文, 好在冷言反应极快, 起身拿着手中的印度拳剑刺向向海, 虽然没能一击击中, 但是在向海躲避的过程之中, 却给戈友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争取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面对反应速度极为灵敏的向海, 冷言只得伸手抓住戈友文, 跑向最近的一个房间, 在搬过房间之中桌椅等屋, 堵好房门后, 冷言这才擦了擦汗, 靠着墙坐了下来, 气喘吁吁的说着, 你不是说在游戏的系统里, 所有的生物都不能使用灵力的吗? 这个向海的反应速度和体力, 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达到的呀, 冷大少爷, 向海本来就不是正常的人类, 同样精疲力竭的戈友文开口说着, 你看看聂海平的体力和生存能力, 像一个正常人吗? 他们这种存在了千年的老家伙, 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不断的强化自己的能力, 戈友文有些懊恼的拍了拍额头, 接着说, 哎呀, 之前是我忽略了这一点, 他的体能和武力值, 都比我们想象中的高了很多呀,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出去再说吧,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能够在体力上抗衡向海的人, 应该只有涅海平了, 戈友文无奈的说着, 我看咱们只能一多其少了, 反正对面向海, 单打独斗的唯一下场, 只有成为向海那家伙的剑下亡魂了, 如果那样, 我们可能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戈友文想了想, 又接着说, 我们躲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机, 这样吧, 你的奔跑速度还是很不错的, 一会儿你先把向海那家伙 引到古堡大门的附近去, 我先牵制住他, 如果你有办法伤他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 你就找个机会冲出去, 按照我和向海的武力值来看, 我应该有机会逃出去, 不过这一次, 还多亏你冲了回来, 不然刚刚在客厅, 我不受伤也会被累死的, 二人费了些力气, 才伤了向海, 从那古堡之中逃了出来, 这一行七人再次找到一个颇为隐蔽的山洞, 准备再次度过这个游戏之中的第二个夜晚, 因为文文受伤的原因, 丁梦和韩旭一直在照顾着他, 冷言看了看坐在自己身边的葛友文和聂海平, 说道, 你们觉得按照这个游戏设置的来看, 那个古堡出现是不是很蹊跷, 而且那个古堡的整体感觉和整个原始森林完全不一样, 你们总不能说那个仙尘不染的古堡是向海那家伙打扫的吧, 还有向海独自一人出现在那个古堡之中, 是他早就找到那个古堡埋伏在那儿, 还是他跟在我们身后进去的, 无论那个古堡还是向海的出现, 我都觉得疑点重重, 这个游戏或许没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所以你想要表达什么? 葛友文有些奇怪的问着, 我觉得要么是那个古堡另有乾坤, 说不定这个游戏有什么任务, 我们没有发现, 冷言看了看靠在石壁上的葛友文, 继续说着, 要么就是这个游戏系统出现了bug, 我发现你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和聂海平达成惊人的一致, 这种全息游戏在我们那边很受欢迎的, 对于游戏的安全性, 我们也做出了极为充分的设计, 葛友文闭着眼睛靠在石壁上, 继续说着, 有没有支线任务,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个游戏的研发团队脑洞清晰, 我们一般的鬼魂理解不了, 至于bug, 游戏从内测到公测, 再到上线已经几十年了,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你们不需要担心这点, 但愿是我多考虑了吧, 我觉得, 想要在游戏之中除去向海, 咱们三个人不能分开行动, 冷言的反应力和你的体力都是牵制向海, 必不可缺的, 葛友文一脸严肃地说着, 之前是我低估向海的能力了, 这才白白浪费了一次好机会, 话也不能这么说, 就算咱们这一次, 对于向海的战斗力做出了充分的评估, 我们也不见得可以除掉它, 聂海平晃了晃有些僵硬的脖子, 接着说, 这一次事发突然, 我们本来就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 不, 不好了, 就在几人讨论着白天的事情时, 丁梦一脸焦虑地跑了过来, 而后气喘吁吁地说着, 文,文文,文文, 他开始发烧了, 听到这一话, 几人都是心头一紧, 聂海平等三人都有着野外生存丰富的经验, 在这原始森林之中, 最可怕的就是有人受伤之后出现发热的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文文的伤口可能已经感染了, 而现在他们手中没有任何消炎物, 面对这样的情况, 几人都不免有些担心, 若是不能妥善处理文文的伤口, 那么没有人知道他还能在这场游戏之中撑多久, 丁梦, 把你的匕首就用一下, 郭优文, 马上去生火, 我和冷言出去找找附近有没有可以用来消炎的草药, 聂海平冷静地部署着, 虽然他们都知道, 按照如今的处境来看, 贸然生火很可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 可是如今这种情况, 大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即便是有可能引来向海等人, 他们也不能任由这文文的伤势不断恶化, 而不闻不问, 伤口清瘡的事情交给我吧, 郭优文一脸严肃地看着站着山洞门口的二人, 说着, 外面下着雨呢, 天黑路滑, 你们一定要小心一些, 那个, 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和聂海平一同外出寻找草药的冷言, 在一个低洼地带忽然停住了脚步, 而后一脸严肃地问着, 你说那些草药的药用功效在这个游戏系统之中和现实生活中一样吗? 我记得郭优文曾经说过, 这里的一切都是百分之百还原现实的, 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聂海平伸手推了推站在原地的冷言, 接着说, 不要在这站着了, 低洼地带到处都是积水, 回头鞋子裤子弄湿了, 可没有给你换洗的东西。 你觉得我现在还会在乎这些吗? 冷言孩子气得在一个水洼之中狠狠地踩了一脚, 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冷言的裤脚, 聂海平有些无奈地皱了皱眉, 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什么, 只听冷言不满地抱怨着, 这个鬼天气又闷又热的, 我这一身衣服都不知道有多脏, 在这破地方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 大家都一样, 人家两个女生都还没抱怨呢。 聂海平一脸笑意, 接着说, 你这样淌水, 衣服湿热脏了倒是不紧, 如果你生病了, 咱们的战斗力可就大幅度减弱了。 聂海平, 冷言忽然回过头, 一脸严肃地看着聂海平, 问道, 你有想过结局吗? 游戏的结局, 或者说是我们故事的结局, 你有考虑过吗? 我不想去考虑那些事情。 聂海平一边继续向前走着, 一边回答道, 即便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对于我们的生活都不会发生任何影响, 可是那些恐惧和不安, 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 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现在只想快点在这个虚拟系统之中出去向海, 只有那样, 我们才可以避免自相残杀, 否则, 聂海平顿了顿, 终究没有再说下去。 其实, 这一天的时间我一直在担心, 我们几个究竟有多大把握, 可以保证自己在向海从这个系统之中消失之后, 还活着。 冷言低着身子, 在树林之中不断寻找任聂海平, 接着说, 这是我们在这度过的第二个晚上了, 十二个人, 一死一重伤, 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而且你说, 我们会自相残杀吗? 蹲在地上的聂海平, 抬起头来, 看了看冷言, 接着说, 自相残杀的事情, 不是已经发生了吗? 其实你我都知道, 这种事情是没有任何办法避免的, 求生欲是人类的本能, 在这个游戏之中, 我可以保证我不会主动伤害任何人, 但是, 如果有人想要取我的性命的话, 那么我一定不会任人宰割的。 其实向海说的对, 这种游戏之中, 要想活下去, 唯一的手段就是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 无论是脑力, 还是体力, 如果有一天要伤害你的, 是我们呢? 冷言, 你看这是什么? 冷言的话还没说完, 聂海平直接把冷言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指着不远处的位置说道, 法医也是医科, 你不可能不认识吧? 我隐隐觉得那个古堡的出现, 也不是不可理喻了。 顺着聂海平手指的方向, 冷言无奈地说着, 金银花倒还算是正常, 可是穿心帘这种应该在阳光充足, 土壤肥沃的地方种植的东西, 为什么会长在灌木丛里呢? 你确定这东西的药用价值和咱们所知道的一样吗? 不是是怎么知道? 是, 是是, 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也能是吗? 冷言一脸诧异地看着一副理所当然的聂海平, 这话说得对, 就好像你们医学界没有做过活体临床试验似的, 聂海平一边采摘着草药, 一边继续说着, 咱们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稳稳的伤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今晚如果不能退烧, 那么他的情况一定会急转直下的, 好吧, 看来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冷言耸了耸肩, 随后便蹲在聂海平的身边, 帮着他一同采取了草药, 与此同时, 山洞之中的阁友文也已经清车熟路地升起了火, 在火上给丁梦的匕首消毒, 这时的文文已经醒过来了, 肩头的贯穿伤使得文文面色惨白, 极为虚弱地依靠在韩旭的身上, 韩旭握着文文的手, 低声安慰道, 不要担心, 会好起来的, 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在格友文帮文文清创的过程中, 文文数度因为疼痛而低头咬着韩旭的手背, 在没有任何止痛药物的情况下, 清创工作只能靠文文自己来撑过去, 丁梦和韩旭一左一右按着文文, 听着文文痛苦的呻吟, 几个人的心都被揪得紧紧的, 在格友文帮文文处理好伤口后, 聂海平和冷言也带着草药回到了山洞之中, 聂海平将自己手中的草药塞给格友文之后, 便直接和冷言一同坐在火前取暖, 即便是七月盛夏, 雨夜的森林之中仍旧是寒气逼人, 格友文看了看并坐在火边的二人, 无奈地叹了口气说, 哎,辛苦你们了, 这边的事情先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晚上我先来守夜, 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听到这话,冷言打着哈欠说, 我接你的班吧, 等到换班的时候叫我。 说完,冷言便靠在一处较为干燥的墙壁上, 闭上眼睛,休息起来。 没有人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们会面临着什么。 既然这样, 那么大家也就只能拼尽全力地过好当下的每一秒。 除去守夜的格友文, 所有的人都强迫自己不去想白天发生过的事情。 大家只好快点入睡, 快点让自己暂时抽离这个充满未知的环境。 经过这一夜的调整, 文文总算是转危为安。 为了安全起见, 格友文留守山洞, 和韩旭一同照看, 保护着两个女生。 而聂海平则是和冷言一同去查看外面的情况。 因为昨日冷言和格友文在古堡之中伤了向海, 今日大家的处境应该还算得上是安全。 可是那三位至今都没有露面的玩家, 却也在时刻威胁着这几个人的安危。 冷言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走在闷热的森林之中, 说道, 啊, 昨夜的那场大雨下过之后,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变得更差了。 这很正常啊。 聂海平拔开挡在身前的树枝之后, 继续说着, 在这种地方还能活着, 就应该知足了。 我又不是你, 可没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本事。 所以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是缺少生活的历练, 我倒是觉得, 这一次的经历也不见得是坏事。 聂海平一脸笑意地, 拉着险些被暴露在土地上的树枝, 半岛的冷言, 接着说, 这种体验寻常人这辈子都不会有的。 冷言瞥了一眼聂海平, 说道, 第一, 我也是肉体繁胎, 离开这里之后我的记忆也一样会被系统洗掉的, 既然根本没有记忆, 又何来经历? 第二, 如果说和寻常人相比, 你觉得我经历过不同寻常的事情还少吗? 冷言叹了口气, 又说道, 哎, 也不知道咱们要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系统里待上多久, 那就要看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冷言无奈地叹息着说, 哎, 先不说那三个至今没有出现的玩家是什么情况, 我们一无所知, 就单说向海一人的武力值, 我们就已经很难对付了, 不要忘了, 我们之中还有一个受了伤的文问, 我们总不能不管他吧, 换个角度想一想, 总比他们被向海拉拢了, 要好得多吧, 何况, 聂海平的话还没说完, 二人便清晰地感到地面是一阵剧烈的晃动, 地震了, 聂海平一脸严肃地拉起冷盐, 找到最近的一块还算平坦的空地, 蹲了下来, 说道, 这一带还算是安全, 等地震过去之后, 我们马上回去, 格友文他们那边应该很危险, 聂海平和冷言那边虽是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地震, 但是山洞之中的众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在所有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几人本在山洞之中各自休息, 地面却忽然开始剧烈地晃动, 几个人还未做出反应, 地面便被撕裂了一个近五十厘米的口子, 大家快离开这儿,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格友文立即抓起地上的背包, 拉起了坐在自己身旁的丁梦, 一同跨过了那个越来越大的裂口, 向山洞外跑去, 含蓄也急急忙忙地背起闻闻, 向外冲去, 几人还没走到洞口, 头顶便已经开始有碎石不断落下, 不过一转眼的功夫, 滚落的碎石便开始越滚越大, 是地震吗? 我也不知道, 格友文一边拉着丁梦, 一边回答着说, 这种事情在野外是经常会发生的, 而且 啊 格友文的话还没说完, 丁梦便发出一声惊呼, 格友文急忙回身查看, 只见丁梦后面的石壁之上, 直挺挺地插着一截手臂粗细的树枝, 丁梦指了指那个树枝, 心有余悸地说道, 如果晚一步, 我现在就是一个死人了, 他几乎就是擦着我的背飞过去的,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面对滚落的石块和时不时擦身而过的树枝, 郑宇一脸担忧地问着, 洞口, 洞口快要被堵死了, 几块滚落的巨石, 不偏不倚地卡在了洞口, 几乎断绝了几人逃生的唯一出路, 也生生斩断了所有人的希望。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欢迎收听小说《杜魂人》, 作者云婉西, 播者听儿。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第十九集 我们, 我们不会有事的, 大家一定可以安全逃出去的。 含蓄一把把文文搂在自己怀中, 一边安慰颤抖不已的正语。 不想死在这儿的话, 动作就快点。 葛友文已经没有耐心再去安慰任何人了, 他是带着任务来到这里的。 那么无论如何, 自己都不能出事, 起码是现在, 绝对不可以。 地面的晃动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山体本就潮湿的空气之中, 如今是遍布灰尘, 几人都被呛得剧烈的咳嗽了起来。 你还好吗? 看着靠在石壁上咳嗽的丁梦, 葛友文有些担心地问着, 丁梦一边咳嗽, 一边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丁梦刚刚吸入了不少的尘土, 这会儿被呛得实在有些说不出话来, 山洞之中仍旧有乱石不断地滚落下来, 唯一的出口已经被石块堵住了, 仅有一点微弱的光亮透过石块之间的缝隙透出来, 几人的处境开始变得越来越危险。 韩旭费了些力气, 带着文文一同找到了一个还算得上安全的空间, 韩旭一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怀中的文文, 一边在黑暗之中打量着周遭的环境, 丁梦和葛友文就靠在离他们不远的一处石壁上, 二人被不断滚落的石块拦住了去路, 只得暂时已在石壁上寻找其他的脱险办法。 郑宇在自己的后边, 目前正在艰难地躲避着落下的石块和树枝, 看起来他的处境似乎有些危险, 几人各自面对着窘境, 谁都帮不到对方。 众人在这山洞之中等待了一会儿, 地面的震动似乎有些许的减弱, 可是头顶上石块滚落的速度却丝毫没有减弱, 那些树枝依然在不断地从几人身边飞驰而过。 丁梦拍了拍身边的葛友文, 低声问道, 你们, 你们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葛友文点了点头说, 嗯嗯, 从前的确是有过, 不过没有这么严重过, 这一次我们预料之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葛友文, 葛友文的话刚说完, 不远处的韩旭便开口叫道, 你们帮我照看一下文文。 葛友文和丁梦还未明白韩旭要做些什么, 只见韩旭扶着文文靠在石壁上坐了下来, 随后便直接跑向了郑宇的方向, 郑宇被滚落的石块和树枝困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 只能极为困难地躲闪着包围着的危机, 眼见郑宇的处境越发危险, 距离最近的韩旭立即跑过去帮忙, 或许是因为有了韩旭的协助, 郑宇的危机被一步步化解开了, 下心身后, 就在韩旭拉着郑宇向格友文等人的方向跑过来的时候, 格友文看到二人身后一个树枝飞驰而过, 丁梦立即开口大声提醒道, 可是下一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也彻底推翻了所有人对于昨天发生过事情的看法和认知, 几乎同时回过身的韩旭和郑宇二人看着滚下的碎石和树枝都有些失神, 这个时候, 郑宇突然扯过韩旭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韩旭被那一根树枝直接贯穿胸腔, 格友文立即冲上前去, 推开了站在一旁的郑宇, 帮已经奄奄一息的韩旭直血, 不一会儿的功夫, 格友文的手上已经满是鲜血, 有文, 韩旭费力地抬起手握着格友文的手, 说道, 不, 不要, 不要麻烦了, 我的情况我, 自己知道, 知道, 韩旭喘了几口气后, 继续说着, 我知道, 我, 我不行了, 帮我, 帮我照顾好, 文文, 韩旭, 已经走了, 格友文起身后, 对着几人低声说着, 这山洞之中陷入了彻底的沉默, 几人耳边只能听到跪在韩旭身边旁的文文, 低声的抽气声, 这个一直在拼尽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男孩, 就这样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丁梦扶着文文的肩, 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安慰这个失去挚爱的女孩, 整个山洞之中充斥着韩旭鲜血的味道, 丁梦忽然握着自己的匕首, 洗身不顾一切地冲到郑宇的身边, 揪着他的领口, 愤怒地问道, 刚才是韩旭救了你, 你就这样暗将仇报吗? 我看昨天的事情, 你没有说实话吧? 你还是个人吗? 丁梦, 先去照顾文文, 韩旭已经走了, 他交代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做到, 你若是被怒气冲回了头脑, 文文怎么办? 格友文拉开了丁梦, 在丁梦回到文文身边继续劝慰他的时候, 格友文转向郑宇, 问道, 无论你怎么想的, 等到我们出去之后, 你就离开我们吧, 否则, 我会让你成为第三个死者的。 我, 我只是想活下去, 难道有错吗? 这里, 没有人不想活下去。 本来有些虚弱的文文忽然起身说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家里还有车祸瘫痪的妈妈要照顾, 他比你更想活下去, 如果刚刚没有含蓄, 那么躺在这儿的就是你。 郑宇靠着石壁蹲了下去, 说道, 我只想活着离开这里。 感觉到了地面的震动和头顶乱石滚下的速度都在渐渐减弱, 格友文冷静地开口说着, 地震好像结束了, 大家先想想办法出去再做打算。 格友文看了看地上的韩旭, 说道, 丁梦, 你, 你和文文带上韩旭跟我走, 咱们跟韩旭一起出去, 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格友文说完这话, 又看了看依旧蹲在地上的郑宇, 说道, 至于你, 以后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你自己的糟糕吧, 你可以选择继续伤害那些帮助你的人, 相信我, 你早晚会成为这里的一具尸体的。 在几人费尽力气, 在山洞之中自救的同时, 聂海平和冷言也一同赶回了山洞, 在大家的合作之下, 当在山洞洞口的石头, 总算是被清理出了一个可以使人顺利通过的空隙, 一阵刺鼻的血腥之气, 充斥着所有人的鼻腔, 聂海平和冷言一脸诧异的看着格友文背着的韩旭, 和二人身上已经干了的鲜血, 一会儿再和你们解释这件事情, 我们放下韩旭之后, 格友文叹了口气, 接着说, 哎, 我们帮韩旭好好收拾收拾,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都很在意自己形象的, 看到独活离开的郑宇, 之前山洞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聂海平和冷言也都猜到了一二, 冷言一言不发的去附近的小溪里, 打了些清水过来, 文文带着一脸的泪水, 擦拭着韩旭脸上的血迹, 擦拭好韩旭身上和脸上已经干了的血迹后, 文文便忍着伤痛, 亲自动手掩埋了韩旭, 看着那个渐渐消失在自己眼前的男孩, 丁梦也不由得低声抽泣起来, 不过一天的时间里, 这个男孩一直在尽全力照顾着自己和文文,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混乱而危险的处境之中, 他最先想到的一直都是别人的安危, 若不是去因为帮郑宇脱险, 现在的韩旭应该还是那个身材飞扬, 又体贴入微的大男孩, 你们就这样让他走了, 处理好含蓄的事情之后, 格友文向聂海平和冷言讲述了此前煽动之中发生的一切, 聂海平有些担忧的对格友文说道, 这人如果被向海拉拢去了, 我们要等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离开这个系统啊, 你觉得我们还能怎么办, 杀了他, 如果再看郑宇死在自己的眼前, 你觉得文文能撑得住吗, 格友文有些无奈的说着, 事情已然发生了,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行了, 人都走了, 你们两个就不要纠结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是不是最恰当的了, 冷言看了看已经坍塌的煽动, 接着说, 这是不能久留了, 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再一次踏上新的征程, 前路漫漫, 危机与机遇都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三天, 两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陨落, 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他们都想活下去, 或许在接下来的时间之中, 还是不断的会有人做出和郑宇同样的选择, 为了自己生存的权利, 而去剥夺他人的生命, 看着明显不在状态的文文, 丁梦对身边的几人说道, 我们走了都快两个多小时了,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吧, 你们坐一下吧 几人找来干净的地方坐下来, 聂海平说道, 宝里还有一些水和野果子, 你们先冲冲鸡, 我去打几只野鸡野兔子回来, 因为考虑到有两个女生要照顾, 冷言便和阁友文一同留了下来, 聂海平拿着丁梦的匕首独自一人去狩猎了, 他, 他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呀? 看着聂海平独自一人离开的身影, 文文有些担忧地问着, 放心吧, 那家伙命硬着呢, 就算是阎王将了都绕路走, 丁梦一边翻找着野果, 一边继续说着, 诶, 你的伤还没好呢, 趁着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 我? 文文抬头看着丁梦, 接着说,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会看到韩旭, 韩旭也希望你可以好好地活下去呀, 丁梦一脸严肃地说着, 你一定要活下去, 带着韩旭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 看着文文简单吃了几口野果子, 丁梦又走到冷言的身边, 问道, 你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呢? 我们都会好好地活下去的, 冷言看着坐在自己身侧的丁梦, 一脸严肃地说着, 丁梦一边摆弄脚下的杂草, 一边继续说着, 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比谁都清楚, 其实有些时候, 我倒是希望有谁可以来取走我的生命, 这个游戏系统,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想多呆了, 与其看见身边的人一个个地离开, 还不如让我先离开呢, 反正对于现实生活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丁梦,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冷言看着远处的树木, 接着问, 如果你和郑宇他们一样, 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带入这个游戏之中的, 你还会这么想吗? 或者说, 如果这里和向海的杀人游戏一样, 游戏中死亡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死亡, 你会不会拼尽全力活下去, 甚至是和郑宇一样, 为了那一点点生的希望, 不惜一切代价呢? 我, 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把我现在所经历过的一切, 当成是一场游戏在看待,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如果我真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进入这场游戏的, 那么恐惧和不安应该会更深, 我想, 活下去的欲望应该也会更强烈吧。 其实对于郑宇的做法, 我虽然愤怒, 但是却也可以理解一些, 就像他说的, 他想活下去, 只不过他最终选择的方式, 并不是最合适的罢了。 冷言看了看丁梦, 接着说, 可是他选择的, 却是大多数人面临同样情况, 都会做出的选择, 其实这就是这个游戏的残忍之处, 怕让所有的玩家都一步步的暴露出自己内心深处最邪恶的部分, 也在不断放大着我们的不安和恐惧。 对于大多数无情无爱的鬼差来说, 或许这样的游戏设置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对于我们有血有肉的人来说, 这实在是太过残忍了。 无论是那个不知名的女孩, 还是丧命于山洞之中的含蓄, 死亡给大家带来的冲击, 是即使知道内情的冷言等人, 也无法忽视和忘却的。 面对生与死的考验, 恐惧也同样如影随形。 几人在林间等了一会儿, 这才看见聂海平带着一只野鸡回来。 聂海平一边清车熟路的生活烤鸡, 一边对身边的冷言和葛有文说道, 告诉你们一个很不幸的消息, 我刚刚发现, 向海他们的行踪, 被我们赶走的郑宇已经去向海那边了, 这就意味着, 向海那边共有五人, 而且全部都是男性。 现在我们处于弱势的一方了。 葛有文将拔干净毛的野鸡, 交给了聂海平之后, 继续说着。 其实啊, 我们只要集中精力对付向海就可以了, 相信我, 郑宇即使是跑到向海那边去, 也一样会不惜一切代价活下来, 而按照向海的个性来看, 第三个丧命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他呀。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让下面的程序员在游戏里安插了一个小系统, 只要向海身边的男性同行者大于等于四人, 那么, 葛有文一脸笑意的说着, 嘿嘿, 他们那边就会发生内讧, 并且强行终止任何玩家的游戏进程, 所以说, 郑宇跑到那边去, 其实是在帮我们。 你们下面玩游戏也流行开外挂? 葛有文看着冷言, 摇了摇头说, 啊, 其实在我们那边, 全息游戏外挂是被严令禁止的, 只不过这一次情况特殊嘛, 我也是费些力气才拿到这个授权的。 这倒也是, 毕竟你们那边的黑科技实在是太多了。 聂海平有些无奈的说着, 如果不严格把控一下, 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呢? 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那边的内讧结束。 哥有文摇头晃脑地说着, 以咱们三个的战斗力来看, 那边除了向海之外, 没有谁会成为潜在的对手。 对于这一点, 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既然这个游戏可以人为操控系统, 那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削弱向海的能力呢? 冷言有些奇怪地问着,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的任务不就很容易完成了吗? 那种程序会被这个游戏系统视为bug, 在我们进入游戏之后, 系统就会自动修复这个bug的。 所以在这个游戏系统之中, 没有任何人或者是鬼有权限那么做, 我能做的已经是系统可以兼容的最大限度了。 戈友文有些无奈地解释着, 其实有些时候太过完善的系统,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他们的内讧不要被我们遇到就好了。 聂海平看了看坐在树下的丁梦和文文, 接着说, 这几天他们两个已经经历太多的事情了, 兵梦还好, 我只怕再这样下去, 文文会撑不住的。 这个可不敢保证, 系统会随时触发那条支线任务。 戈友文一边闻着烤鸡的香气, 一边继续说着, 说不定他们的内讧是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引发的呢? 最好不要。 聂海平一脸不爽的表情, 接着说, 这些自相残杀的事情我不想再看到了, 有些事情习惯了, 不代表就真的可以彻底麻木。 郭友文, 我终究还是一个有鞋有肉的人。 即便历经千年, 即便已经见惯了事态炎凉, 有些事情聂海平还是会在意, 即使仅仅只是相识一日, 自己和韩旭甚至是郑宇, 终究都曾经是一同并肩作战的队友, 如今弄成这副局面, 即使是聂海平, 也有些难以接受。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欢迎收听小说《杜魂人》, 作者云婉希, 播者听儿。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出品。 第二十集 进入游戏第三天的下午, 聂海平等人那边倒还算是相安无事, 或许是因为游戏系统设置的原因, 文文的伤势也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着。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另一边, 因为游戏系统而自动触发了内讧模式的向海等人, 也没有那么幸运了。 相比于聂海平等人的相互扶持, 向海这边五人的相处则是满满的猜忌。 几人之中处在主导地位的一直都是向海, 跟在向海身边的郑宇一次次的在心中告诉自己, 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要活下去。 走在自己身后的两个男生是曾经的高中同学, 他们都未曾想到, 昔日老友的久别重逢, 居然发生在这样的场景之中。 两个男孩一边在向向海走去, 一边小声聊着天, 以此来宣泄这个世界带给他们的黑暗和重压。 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也见到了那个死在正宇间下的女孩, 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孩, 如同一个被人抛弃的洋娃娃, 无气地躺在树下。 那女孩的衣服和四周的土地上满是已经干掉的鲜血, 眼前的一幕触目惊心。 那真实的死亡带来的恐惧, 使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宽慰自己眼前的一切, 不过是一场梦。 从那一刻开始, 所有人都想要拼尽全力地活下去。 诶,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郑宇身边一个高个儿的男人, 看着郑宇, 开口问道。 郑宇加入向海所带的队伍时, 为了消除猜忌, 他向向海和这个男人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郑宇看着眼前这个身高在一米九以上的男人, 说道。 难道你不想活下去吗? 那个含蓄有非活下去不可的理由, 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消磨掉他的善意, 没有人知道他会不会为了活下去而不择手段。 所以你就要先除掉他? 那只是一个人在危险时刻的本能反应罢了, 我不想死。 郑宇握着手中的长剑, 一脸坚定地说着。 起码, 我不想在那个山洞之中不明不白地死去。 如果你们认为是我杀了韩旭, 我也没有意见, 毕竟他确实是因我而死的。 有求生欲是件好事。 听到身后二人的交流, 向海回过头来说道, 在这里, 那些自诩善良的人, 要么会被绝望和恐惧撕碎伪善的面具, 要么, 会成为他人手下的亡魂。 不过, 向海看向了郑宇, 接着说, 像你这样一开始便暴露自己的欲望, 只怕你已经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树敌无数了。 如果再见到涅海平他们, 难保那些人会不会杀了你。 湘海转过头后, 郑宇便一直在思考自己现在的处境, 因为他并没有注意到身后那个高大的男人眼中一闪而过的阴狠。 在这个充满着混乱和恐惧的游戏之中, 命运从来不会眷顾任何一个人, 一场被游戏系统所酝酿的危机, 在所有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游戏也好, 现实也罢, 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出人意料。 五人的纷争起源于大家对于后续计划的难以统一, 而这一次争执的主要对象则是那个高大的男人和郑宇。 另外两个男生则是站在郑宇那一边, 像海一副不关自己般的样子, 站在一旁的大树上。 眼前众人的争执对于他而言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些人自相残杀也好, 和他一起杀掉格友文也罢, 对于他而言也都不会有什么区别。 其实, 向海过度的自负或许会成为他在这个游戏之中的催命符。 既然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 那么, 你们不如就用最原始的办法来解决纠纷好了。 靠在树上的向海突然开口说着, 向海又指了指他们的武器, 继续说道, 我们把选择权交给活下来人好了。 喂, 我们怎么能自相残杀呢? 那个一身运动服的男孩一脸不满地说着,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也算是一个阵营的人呢。 这位同学, 你应该知道, 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这儿, 就算是一个阵营的又能怎么样? 向海走到说话的那个男孩身边, 又接着说, 就算是我们现在可以联手杀掉那边的五个人, 又能如何? 之后呢? 既然自相残杀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命运, 那么早晚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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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男孩心中清楚地知道, 向海这话说的没错, 自相残杀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即便是不愿意, 却又无法逃避, 在这里, 仁义和善良似乎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善良随时可能会让他们成为第二个含蓄, 众人逃避了三天的问题, 就这样被向海赤裸裸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余下的几个人都是哑口无言, 你们也可以选择继续争吵下去, 向海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接着说, 不过我不认为你们可以通过争吵解决这件事情, 如果你们争吵的声音引来了其他人, 那么到时候就不仅仅是自相残杀了, 那边那几个家伙的能力, 正于你是知道的, 我可没有把握能够赢过他们, 其实我觉得向海说的没错, 那个高大的男人握着自己手中的短刀, 一脸音笑地说着,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捅意见, 那就武力解决好了, 在这个地方, 成王败寇, 即便是死在这儿, 也怨不得其他人, 我没意见, 正于想了想, 开口说, 反正我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 这样吧, 公平起见, 我们接下来那顿饭, 就交给你们来解决好了, 向海指了指前方那一片茂密的森林, 接着说, 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就由最先活着回来的那个人, 来决定好了, 人类最深的恐惧, 往往来源于未知, 天色渐弯, 那密林深处, 是让人胆战心惊的阴暗, 二人先后踏入那未知的领域, 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 这两个人之中, 只有一人能够继续走下去, 或者, 他们都没有办法走出那一片阴暗, 暗的密林。 握着自己手中的长剑, 正与暗暗庆幸那个高大的男人, 和自己一样, 拥有的都是不易隐蔽的冷兵器, 若是想要偷袭,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那个现实的世界之中, 太多的人喜欢披着虚假的外衣, 演绎着属于自己, 并不是那么真实的故事, 这个正与看起来眉清目秀, 在那个现实的世界之中, 这样的男孩往往是惹人喜欢的, 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孩, 在这个虚拟的游戏之中, 却背负着两条人命, 没有人知道, 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看着被树枝隔离的有些扭曲的天空, 正与面无表情的继续前进着, 他丝毫不在乎今晚能不能吃上东西, 他只希望自己可以活着走出去, 可是如今自己的对手, 却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之中, 活下来也就变得越来越艰难, 相比于正与的坠坠不安, 那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则是显得淡定了许多。 按照两人身形体力来看, 他胜出的机会的确是多过正与, 可是在这个游戏体系中, 不到最后一秒, 没有人知道故事的走向究竟如何。 活下去, 活着回去, 这是走入这片密林之中的二人, 心底共同的愿望。 先后通过不同道路, 踏入着密林之中的二人, 都在苦苦寻找着对方的身影。 想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对方发现自己之前抢占先机, 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都不愿意成为失败的那一方。 郑宇既希望自己可以快点找到那个男人, 又盼望着这场比试可以晚一点开始。 带着这样矛盾的心情, 郑宇不断地在林间穿梭着, 不知是不是因为太过紧张的缘故, 从踏入这一片密林开始, 郑宇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后, 有一双眼睛时刻注意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一再逼迫自己压抑住心底的恐惧, 只有保持最好的状态, 他才能在这场相差悬殊的较量之中存活下来。 郑宇自己也不清楚, 究竟在林间走了多久, 天色渐晚, 本就阴暗的密林, 更加漆黑恐怖。 郑宇忽然停住脚步, 闪身躲到一棵参天古树的后面, 因为他隐隐看到不远处一个身影, 正在慢慢向自己所在的位置靠近。 按照身形来看, 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高大的男人, 若是与他正面交锋, 自己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既然不能强攻, 那么便只能智取。 在这个闷热的几乎快要让人窒息的空气之中, 郑宇脑海之中, 唯一的想法便是活下去。 可是让郑宇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男人的身影却忽然消失在了自己的视线之中。 带他再度回过神来, 那个男人便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前。 小子, 你是在找我吗? 我, 我只是, 我只是在这休息一下而已。 郑宇看着那个一步步靠近自己的男人, 一边急急巴巴的回应, 一边紧握住手中的长剑, 一步步后退。 小子, 你是不是觉得只有你有脑子, 而其他人都和那个含蓄一样啊? 那个男人忽然上前, 掐住郑宇的脖子。 在当时的局势下, 面对这样一个瘦弱的少年而言, 这男人想要夺走他的性命, 几乎是一如反掌。 郑宇清晰地感到, 男人手上的力量在不断地加重, 可自己却连试图拨出常见的力气都没有。 或许此前, 戈友文说的没错, 自己能够活到现在, 并不是因为那些所谓的强大和聪明, 而是因为他一次次利用了别人的善意。 如今, 自己面对一个强大而冷血的人, 自己真的毫无招架之力了。 郑宇感觉自己肺部的空气被一点点的抽离, 耳边是那个男人充满笑意的声音, 郑宇的视线开始一点点模糊, 脑海之中却突然出现了那个女孩和含蓄离开前满眼的疑惑和不甘。 或许这是自己的报应, 在这个充满血腥和沙发的世界里, 他终究没有活到最后。 不过, 这样也好, 起码自己不需要再带着恐惧和不安继续走下去。 在生命被彻底抽离之前, 郑宇觉得自己如同置身于深海之中, 黑暗和寒冷冲击着自己渐渐消失的感官。 从第一日起, 便一直期望可以活着走出这片原始森林的郑宇, 从未想过, 在生死一线的时候, 自己会如此希望死亡的到来。 或许他是真的累了, 累到不愿意再继续面对这个残酷而血腥的世界。 如今, 一切都结束了, 对于郑宇而言, 这应该也算得上是一种解脱。 只身一人穿过密林, 回到几人临时休息的地方后, 那个男人并没有得到任何胜利的喜悦。 不知为何, 他总是觉得命运已经露出了属于他猙獰的獠牙, 等待着众人到来。 在这里, 所有活下来的人都要背负着极大的压力。 看样子, 你赢了? 看到那人重新出现, 向海走上前去, 问着, 哼哼, 终于那小子要和我斗, 还差了一点。 那个男人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接着说, 他那种人在这里走不长的, 如果说他能够带着两条人命出现在我面前, 不过是因为他所遇到的都不是真正的强者, 那不过就是一群还没有看清自己处境的家伙罢了。 可是, 我们的晚饭呢? 之前可是说过的, 大家的晚餐可是要交给你和郑宇来解决的, 现在你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回来了。 今晚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都已经走了一天了, 总要补充一下体力, 才能应对明天可能存在的危险吧。 向海笑着对他说, 那个男人回过头, 看了看自己走过的那一片密林, 回答说, 我, 我看那林子里面几乎没有可以吃的东西, 我也没有办法呀, 何况在里面的时候, 我随时可能死在那个郑宇的手里, 哪还顾得上其他的东西? 要不, 那男人想了想, 继续说着, 要不,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我再去其他的地方找些吃的回来吧。 嘿嘿, 不需要了, 早就料到会这样, 你们在那片密林里的时候, 我们打了一只野鸡, 大家已经吃过晚饭了, 至于你, 你还需要吃饭吗? 向海笑着对他说, 不, 不吃了, 那个男人, 看了看向海的神色, 回答说, 这耽误一顿的, 也没有什么关系。 面对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向海, 这个男人总是会感觉一阵莫名其妙的压迫感, 那个男人不自觉的, 与向海拉开了几分距离, 这三天的时间之中, 向海冷傲孤僻的个性, 是众人有目共睹的, 即便是拥有极大优势的男人, 面对向海, 也带着几分难以言明的畏惧, 他清楚地知道, 刚刚和自己一同进入密林的人, 若是向海, 那么现在死在林中的人, 就会是他自己了。 嘿嘿嘿, 没错, 耽误这一顿的确没什么的, 毕竟在这种地方, 没有人可以保证每一顿饭都能吃得上, 不过, 走在最前的向海突然笑了, 听着向海的话, 那男人只觉背脊一阵发凉, 带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只觉得胸前一阵剧痛, 那男人机械般的低下头, 只见自己的胸前插着一支短剑, 那正是向海的武器, 如今要了他的命, 面对向海毫无征兆的攻击, 那男人只能带着满心的不甘, 向后倒去, 那男人的身体砸向地面, 发出一声闷响, 听着响声, 另外两个在一旁休息的男生, 也急忙跑了过来, 待看眼前这一幕后, 二人皆是一脸的惊讶, 来到这里的第三天, 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到死亡。